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希 10号出席20届中央第二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听取中央第一轮巡视情况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对巡视中管企业和相关职能部门做出安排 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 关于巡视工作重要部署要求 进一步深化政治巡视 推动被巡视党组织坚定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李希指出 党的二十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 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高度 对巡视工作做出一系列新部署 引领巡视工作持续发力纵深推进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准确把握两个维护要体现在屡职担当上 高质量发展要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管党制党要将严的基调一贯到底 加强班子建设要抓住一把手这个关键 发挥巡视利剑作用 要在整改上较真碰硬等重要要求 聚焦重点 勇于亮剑 精准监督 不断提高巡视震慑力和针对性 把巡视利剑磨得更光更亮 李希强调 要加强统筹谋划和组织实施高质量 完成第二轮巡视任务 要把加强理论武装摆在首要位置 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 始终坚守政治巡视职能定位 要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 增强监督合力 推动标本监制 要认真落实教育整顿要求 切实加强巡视队伍建设 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 锻造巡视铁军 江信智宣布 二十届中央第二轮巡视组长授权任职 和任务分工决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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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